瘦完为止 网友们最爱的车轮饼大公开 切开车轮饼 冒着烟的满满红豆馅料 不止欲出 奶油起司马铃薯口味 同样也是让人口水直流 这间位于民生社区的 车轮饼专卖店 走日式极简风 卖的虽然是铜板美食 但用料可一点都不马虎 像我们红豆的部分的话 是采用那个屏东产的红豆 那它是台湾产 最大颗的红豆的品种 那它价钱也比较贵 然后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呢 就跟一般的会有些差异 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筹备 坚持将传统口味做到最好 讲究制作过程的各个环节 每一块车轮饼都是 老板的新鲜结晶 店内也设置历史区 让民众可以站着趁热吃 Size上面它们比较量比较多 内馅很豐富 那口味上我觉得 它的饼皮跟内馅 都比一般的质感要好很多 同样也是车轮饼 这个由老板娘一手包办的小小摊位 里头可是大有玄机 轻轻撕开饼皮 三杯鸡 宫宝鸡丁 辣炒小鱼干 你没有看错这些传统小吃 老板娘通通包进车轮饼 甜的真的只能当点心吃比较多 所以我想要让大家当正餐 是 不只玩创意一起四位基底能牵丝的车轮饼在网路上一期讨论 细计许多人慕名而来 爆红的背后牺牲的都是健康和休息时间 打烊以后回家就开始自己研究 对 等于是晚上没什么睡 几乎都在自己赶快研究新的产品新的东西 从日式店铺到台式小摊贩 从文清风到传统味 业者们致力于将台湾同板美食 以新的方式包装行销 让这一块块象征台式下午茶的车轮饼 有了新的意义 TN涛新闻 你喜欢哪一位呢 报导